百年巨变对话成平 过年以后因为各种工作上安排的原因 我们后续的东西到今天的续上 但不要紧 这段时间国内国外都发生了很多大事 国内就是两会闭幕了 终于闭幕了 但是闭幕的总理记者会就取消了 当然这个方面的评论也很多 香港就防事解决了 然后拉招 那么现在全力以赴 在23条立法 早加班晚加点 好像不知道赶什么 赶得非常的急冲 美国英国都表态了 对23条对香港 香港政府就是一无乱志兴 他这个口号叫得很响 我们也知道 这两天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有文章讲了 香港人他可能有三点习惯 第一个政府的官员不懂搞经济 第二个是讲香港的媒体不懂得歌功颂德 第三个讲就是香港人很谦虚很内念 总是嫌自己做得不好 第三点我姑且不论 那么关于第一点第二点我们都有些认同 香港政府现在这个不懂搞经济 但懂得搞23条立法 搞国家安全现在任天想 从台湾的太阳花运动等等的东西 判刑的判例来讲 香港是比较狠 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那种 我想听听陈平 我们也过年以后到现在也没见了 把这个话题再续起来 这么多的国际国内的大事 你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你的观察的经验 我这个过年啊 一直到现在 这个情绪不好 情绪不好 我跟你有共鸣其实普遍的情绪都不好 情绪不高 哎呀就是人哪到老了 这个不是由乱而新 而是不乱而衰 毛泽东也大乱打了大字 天下大乱 你真的要是乱 一般来讲乱 就意味着更大的概念是新 对 理论上的规律上是这样 乱呢是对过去的一个 铁板块的一个僵化的社会的 一个破坏 我为什么情绪不高呢 那从四十多年前 这个满腔热血的 投身中国的改革开放 一步一步地看着 或者亲身参与 中国人的中国人 总说感觉和世界其他的 这个种族平等了 并且还有了点优越感 中国很勤劳嘛 你知道在八十年代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七十年代 包括九十年代的前妻 那中国很多女孩 只要是老外 只要是个老外都嫁 不管是黑的白的还是中的 我这没有歧视 但是的话呢 为什么不管哪一家的女孩 嫁了个老外都会成为街头巷尾 有的时候都会成为地区报纸上的新闻 这是反映的什么呢 这个反映的 我不如人 人嘛 要找好的生活去 对自己没信心 家人做好生活吧 到了九十年代的中后期开始 尽管经历了一个八九六四 那时候确实中国人活得有自信 当然了讲这个自信当中 很多人也带点土豪的牛气了 尤其是2000年的2010年 我讲到2015年之前吧 那时候中国人是可能感觉非常好的时候 自我感觉特别好 也确实是口袋里钱比较多 有点 走到哪里啊 你不管是到欧洲啊 还是美国啊 更别说亚洲了 到处都是 这个不是黑呀呀 黄呀呀的中国人 然后 买单刷卡的很过激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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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可买十几个LV 建管理说土豪不好 但是呢 又有哪一个民族 没有经过土豪阶段呢 对吧 我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我看到日本人走到世界当土豪 九十年代 我看到韩国人和台湾人走出来当土豪 那么两千年 我们看到中国人 中国大论走出去当土豪 我觉得没什么不好 我现在感觉不好 这个土豪都当不下去了 当不下去呢 有两个转向 以前我们只看到呢 从土豪 昂首挺穷 神奇灰陷的土豪 到变得呢 比较自信而朴实 这是普遍的呢 我们看到日本人呢 韩国台湾人呢 这么个状态 但反过来看看我们国人呢 对吧 土豪其实少了 没了 但是好像自信也没了 为什么会这样 这么说吧 我们没有延续得了发展的转向 没有延续曾经发展的转向 对 我刚刚说了 像日本 韩国 台湾 他们现在的发展转向 好像我们中国人呢 是中国大陆文代表的了 今天是在一个衰退的转向 为什么展开一下 我想应该很多朋友 对这个衰退中的转向 会有些共鸣 跟大家分析啊 你自己观察的心得 那么对这个的 这个预判啊 我这边是十五六年前就做出 对对对 我当时的预判呢 是为什么我 我当时提出来叫做这个 我说我们过去的是掠脱和透支 对 掠脱和透支 如果不能在一个恰到好数的时候 或者说不能再掠脱和透支 处在人气最高峰 这个国际形势相对有利 再说呢 这个国内经济又尚有回旋的空间 如果这时候抓住机会 进行以这个还权于民的政治体制改革 还权于民 对 我强调完全于 还什么权呢 还民主之权 共和之权 为什么要还共和之权 民主之权 我不是一个唯民主共和 是一个制度密信者 还是我认为民主共和 它是背后的 它实际是代表的 一种资源占有和分配制度的改变 那么这个战友和分配怎么改变 那么就是从官的战友 或者叫国家战友 国家分配比例很大 像民的战友 民的分配比例 越来越大局倾斜去 在十五六年前 我认为只有立刻开始 以还权于民的政治制度 改革中国经济 才可以从掠夺透支的模式 转向节约化的挣扎模式 从面临的国际形势的转换 那时候是国际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已经看到了 要不好了 因为你这种触放性的 透支性的一种经济增长 也必然依靠的是一个对国际市场的一种量的依赖 或者说以价格优势 以廉价为主的对国际市场的冲击 这样子是不会实现长的 因为人家要不要活了 对 你只要走上节约化的 以质量为主的挣扎模式 而这个挣扎模式 为什么提出来要改变 通过政治制度的改革 改变了这个分配制度 占有和分配 那民间占有资源多了 那么整体的国民资源的 开发的有效率才会提升 才会走上节约性经济 另外的话 民间对于再有感 越来越落实 人就在这儿长 在这儿奋斗 在这儿老 在这里培养二代 三代 然后百家 老厂 老店 老公司 就开始形成了 人就不会跑了 安居热业 安居热业首先他要占有 对 第一 他要有占有的权力 第二 有占有的安全 第二 占有的比例 在国民经济里面 民地占有的比例 很越来越高 这样子他就不跑了 谁愿意理想背景呢 完了这两年 接触了很多从大陆跑出来的老板 实际上挺悲惨的 出来找不到感觉 除了把钱带出来 而且把这个钱带出来 也是千方百计 也是以呢 牺牲在内地几十年辛苦的 劲累 为代价地带出来 那么带出来以后 从原来一个个豪气冲天 面对的找不到机会 不知道做什么 这豪气都越来越少 当然这豪气当中有土豪之豪 但也有呢 这个对于事业充满的 一种干净的好奇 但是你知道 第一代富了就跑 你这个社会一定是 走上衰退的转型吧 这是大事 民领企业曾经 占中国的经济的半壁江山 五六七八九指数 其实是改革开放 应远而生的一支新生的经济力量 改革开放一支中间力量 从你说的2015年之后 出现很多反复 不仅是对民领企业 对外资 包括像李嘉诚这样的 曾经不要让他跑了 这样的东西 总觉得他你说的东西 当一个阶层 他没有办法在这里 在永续发展的时候 这其实整个社会 大面积衰退的一个征兆 哎呀 你像现在都不择手段的移民 移民现在成了一个 大家都很多公司的转型做移民了 很悲啊 真的很悲 这移出去的生产力啊 移出去的精神财富 还有创造价值的财富 就是有人有这么一个观点说 哪一代的政权都很少有 像今天这样能够想方设法 把以前和优秀的人才往外推 或迫使他们往外走 这次呢也是一个了不得的政绩 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当然了 你说我说了不得的政绩 你说几百年以后看啊 可能对中国人有好处吧 因为这个中国啊 这个成了世界的中国 中国的世界 因为全球嘛 这一波好像移民到现在未定 好像蛮多的 我现在看个数据 好像就这些年呢 都上千万了 这上千万呢 跟过去那种卖租载不一样啊 跟卖租载不一样 跟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经济移民 难民不一样 经济移民包括留学不一样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它是有产阶层 而且是精英阶层的出走 是 创造一个犹太人之外的另外一个 遍布世界的另外一个种族 但他们是一盘闪杀 他们不是一个营聚力 这导致是个值得研究的形象 那现在啊 中国得到一些信息啊 好像各种各样的 把自己组织起来 好像在各个地方 已经出现这个苗头了 尤其是 比如在日本啊 美国啊 这个苗头产生了 当然来讲要成其合衡 对 你认为组织的是经济类的组织 还是乡亲类的组织 还是政治类的组织 我觉得组织早有有知了 我觉得三种都有 是下意识的组织 还是不得不已一个生存上的组织 我们知道最近在澳洲 在美国 在加拿大陆续发生了一些 所谓侨领受到当局的一个 有关的这个指控 就包括中国方面的官方有联系 甚至呢就是包括像新加坡 这样一向跟中国关系比较好 特别强调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是不同的 这是带来了另外一个衍生的问题了 有另一个问题 不过这几年移民出去的跟那时候 跟比如说你刚刚说澳洲出现的那些华人 对对对 那些华人呢 这个是身体移民 身体移民 身体移民 精神还留在祖国 对对对 我在加拿大碰到一位福建乡亲 他在当地的应该是多伦多吧 事业做得很好 这位人兄呢是千辛万苦偷渡过去了 大西洋太平洋溜达了一个变 然后千辛万苦到了加拿大 十七八烈靠自己的努力奋斗 乡亲的支持 形成了自己一个事业群 接着呢他就爱国爱得不得了 家乡给一个县政协委员 他就乐不可知 然后做了很多本来不应该是 加拿大公民应该做的事 受到了奇景的追查 追查以后那些联系他的那些使领馆的人 一个都第一一个都不见了 另外帮不上忙 这种现象在海外很多 因为呢 使领馆他有一些外交人员 他是要拼业绩的 不拼业绩他没有办法升迁了 拼完业绩呢这就怎么办 出事了管不了 这又产生了另外问题 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 所以这个东西就另外一个移民史的一个研究的范围了 我是说现在这个我感到悲观了 是因为看到了一种衰退 衰退的转型 衰退的转型 刚才谈到了一个精英阶层和财富的外流 还有没有其他表征 还有其中一个就是信心的上市 信心上市 衰退的转型 信心的上市 对 人和大面积的对外移民 虽然跟14亿相比 这1000多万不算什么 但偷他妈中国几十年积累的财富 这个精英啊开着玩笑 这个没条件移民的呢 那个普遍中国人会盛行一个躺平 中国人是最不躺平的 这个概念出来和这个现象出现 我也很震惊 这个民族从来没有躺平的习惯 这个民族在艰难在困苦 在说外敌外族入侵 民族从来没有躺平 没有反抗也要奋斗 这躺平这个概念 你把它归咎就是西方啊 敌对势力的故意灌输的概念 我认识不客观 这是个自然生成的现象 尤其是年轻人自然生成的现象 对 衰退中的转型 信心的上市 还有吗 还有就是啊 你刚刚已经说了 这个 亚变战争前我不知道 亚变战争之后 这个 这个 我们翻遍历史 只看到中国人 叫奋发图强 苟且也要偷生 对 好死不如奈活 所以我什么奋发图强 苟且偷生 对 都有 对 就从来没有过躺平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概念和现象 令人不安的现象 这是一个种族 退化 对 你得用退化一些 用衰 对 一个种族衰败的一个端倪 这一说我们就坐不住了 这就是我说我春节过得很悲观 我都不知道会不会有转机 你向来是比较乐观的 对这个国家民族群土 甚至把当代的领导人 他们的执政路线 你都努力要去对他们所有的公道化 不然你过了一个春节 你就这样子了 是什么意思 对 对我的最大点 冲结 就是躺平 OK 躺平呢 是民族衰亡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 表征 对 一个表征 我发现香港这座城市 也开始有躺平的惰性 比如说就集体监默 曾几何时有几百万人上街 表示他们的政治意愿 现在没有了 尽管街里面还关了一些债压的 还没有审判 审判很重 但多数的港人 就回到了过去殖民旗时代 那种不说话的状态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是另外一种政治躺平 这座城市是没有资格躺平的 这座城市是没有资源的一座城市 它曾经创造的辉煌 曾经创造的 除了英国人留下来的那些 行之有效的一些制度 行政制度之外 最主要的就是 中国人的勤奋节俭 奋化土壤 当这座城市也开始 产生了大量的实力者阶层 寡头的垄断 然后呢 基本的 中下阶层也开始出现这种 某种程度的躲心 失去了向上奋斗的一种动力 如果你放眼整个中国 是不是也这样呢 我们刚开始 今天刚开始谈你说出来 香港啊 现在这个 忙得在这里指定二三条 我就搞不明白 那港版国安法不都有了吗 我觉得香港应该最忙的是激活经济 就别让香港躺平了 经济好 有活力 社会呈现出来的一种状态 一定是符合同志者的需求 经济不好 经济不好 你说这个 各种 这个国安条例 那个二十三条 你搞个二百三十条 这个 你其实也说到了香港 也都实际上面 难以这个 什么解决不了 一个人心相聚的问题 对 人心的回归 才是最大的回归 然后呢 这个有趣的是 中英联合声明 中英文合在一起 大概不到十页吧 十页 十页 基本法 这个小册子 不超过三十页 我估计是这样 二十三条 两百二十二页 就是这么厚 就是香港的当务之急 你的观点是 并不是极以集中精力去立法 而是应该激活经济 香港 什么时候 真正的这种人心 今天你 今天你是 你是悲昌交响乐 一直叹息 是吧 振作起来 振作起来 人心哪 向北 向北方 我 我觉得最好的时候 是2008 奥运会那时候 对 那时候不仅是香港 包括台湾 对 那时候没这一条 没那一条 这是一种战略失误 我战略误判 我觉得 把美国英国这些 敌对势力在香港 哎哟哇操 夸大的好像天天都是 卡斯布兰卡 敌对势力 那个日本人 这个全面侵华 这后不是给打出去了吗 对 可大东亚共和权 不是没搞成吗 底气和自信 这个民族 百年 这个政党百年 从来没有像今天要面对的 这样一个大面积的社会静态 就文革后期都没有这样的 文革后期啊 文革后期啊 人形事变 对 那时候呢 这个 两个数据中国很封闭 但是很有意思 跟中国人形事变的方向 还都是很对 对 对 对吧 我们从那时候 这个 那时候都年轻嘛 我们俩都年轻 那时候我们对于 这个中国大门外的世界 什么样子 完全不知道 对 但是和人形事变好像 他这个方向没搞错 现在是怎么回事 门呢 比那时候开得多 也开得大 对吧 貌似开得大 进出 你还算自由 目前还算 对吧 但是人形 这个门为什么 为什么会关得 感觉比那时候紧 但是你说关得紧嘛 你说人真的是 变得一种 比一塞而导致的愚昧呢 他又不是 对 这很奇特的一种心 对 人呢也都是 你如果去看 新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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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发现 他一点也不许 于不了民 民制初开 现在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了 现在这种移民政策 还真能够产生 以前那样的效果吗 难说 当然了 你从这么多人 而且这一次有这么多精英 这样的移民出来 未来对中国肯定是有好处 未来多久 这就垂垂老矣了 我感觉 中国的国运在和时间晒跑 这句话很含蓄 和什么时间晒跑呢 和躺平文化的灌烂 对 在晒跑 我并不是担心 经济 经济会衰退的多严重 经济 你说衰退了 就像一种舆论说 中国正在反平 我觉得反平都不可怕 穷则是变 我是说和国运在晒跑呢 但如果在这么一种衰退的过程当中 这种无奈状态下形成的躺平 这个躺平文化 一旦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成了一种价值观 我觉得这就烂了 这里面牵涉到一个不能有种族歧视 但是我想大家放眼看世界其他一些所谓文明古国 所谓人口 还种的人口基数很大的一些种族 很奇怪 为什么同样他们在过去一百多年 也都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怎么就发展不起来了 为什么独独中国人发展起来了 你要从制度因素 我想中国人身上的枷锁 够多了 在全世界比起来 收趋一指 对 但反而中国人能够挣脱枷锁 或者带着铁铐跳舞 这四十年跳得还不错 这四十年跳得还不错 有些也是庞大的种族 它就不跳 这个玩意 世界上现在有三个国家都是完全美式文化美式制度的翻版 一个是利比利亚 非洲 美国人处于内疚 把一些黑奴送回去 按照美式的人的制度搞了一个利比利亚 应该是在东非还是那里 一个是菲律宾 完全美式战争以后完全美式的 包括今天的总统选举 还有海地 这三个国家的录像就看得出来 就你说的 我们不止哪一个种族 即便给它世界上最优秀被认为是最先进的制度 它还是 还不行 中华民族可不能因为这个躺平的 失去了它曾经所拥有的那样一股精气神 中华之水 但这个深层往下 这个东西出现在这个时候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增结点在哪里 科技极权主义 什么 科技极权主义 卧槽 这也是新概念吧 先把概念讲清楚 这个 你不现在 到处都是天眼 天眼 监控 摄像头 脸部识别系统 这个原来说是广格化管理 对 但是理想 难以实现 但是科技呢 哈哈 好 嗯 现在科技的发展 让传统的这个组织化到达 去委会 农村到达生产队 组织化的专制 和科技的这个 这个无口不入的监控 结合起来我称为科技极权主义 OK 了解了 科技极权主义 在极权主义的 的基础之上 注入了无所不在的科技的成分 大数据算法 脸部识别系统 无所不入的监控镜头 OK 这个我们想起的这个 奥威尔的1984 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版本 这个当然就会 使很多人不敢思想 使很多思想 会处于窒息的 叫做无奈 对 无奈 无奈的唐品 唐的唐藤呢 就成了这文化 这个文革后期 即便大家思想很苦闷 看不到前景 看不到大家狠 但是私底下的论证议证 是没有断过来 不同年龄层次 都会对国家 前途命运 都有自己的关心 都有自己的关注 民间的那个手抄本的东西 那不得了 那太厉害了 对对对 还有一股地下的文学 地下的议政 尽管有高压的手段 现象反革命 什么七条 能不能止息不了 现在估计更难 这产生窒息的一种社会 我觉得那两个吧 一个呢 是科技集权体系 第二个呢 这个精英的 能够逃跑的通路 就精英的 他还能移民还能跑 就一个是管住一个是放肠 那剩下来呢 就躺平 这个社会现象和这样一种躺平所造成的消极的后果 好像还没有人认真的去面对和研究过 这个事 我觉得 我感到这个最最让我灰心的是这个 那么没有解 化解之道吗 没有 我不说要跟时间在晒跑 OK 而且国运和躺平的现象 对 在晒跑 之所以出现大面积 或者面积越来越大的躺平现象 不只是生活物质上的躺平 而是精神生活 精神世界 政治层面的躺平 就会导致一个民族的进取性和乐观向上的氛围的逐渐消失 哎呀 这个民族啊 连这个 连这不甘与成能的尽头都没了 这很危险 这很危险 我们不知道历朝历代怎么样 在大动乱大巨变的情况 在那个时候你不管战乱平能 都还有中原氏族 蓝迁 还有客家人的群体 我觉得中国人有过这样一个躺平时代 有过 这个 而从这么一个躺平时代 时期 要重新唤醒呢 那是一个 很痛苦的过程 很痛苦很漫长的过程 我基本上可以想把这个清 满清 满清的 文字浴 后期吧 基本上就是一个包括到民国 应该包括到民国的一定时期吧 基本上就是一个社会的躺平状态 但那个时候挺活跃的 你说清晚期还有洋务运动 还有户序变化 但是很小的一个部分 你就看现在一些老照片 现在网上不断出来一些老照片 传教士留下来的 对 你去看那时候这个 人的这个精神面貌 中国人哪 对 一种 一种 麻木 麻木 一种好像 冷漠 很 猥琐 对 他妈可不能再走那种路了 那就是 这个几代一躺平就这样子了 对 对 香港这座城市 我们不要说中国了 香港这座城市一旦躺平 这个城市没有希望 然后 废城 你看那个时代 经过了几代人的 这个叫唤醒民众 唤醒国民 这个问题是今天唤醒民众的 都没有地方发表声音 这要命在这里 你有点不同想法的人在国内 你几乎没有说话的 机会 没有说话表达意见的平台 你民国初期 你这个晚清后期 都还有朱介 他妈还有办报 还有邵飘平 还有沈进 还有张太炎 还有周龙 你现在狗屁一个人都没有了 你发现这也是一个问题 就行之有效的科技极权主义 它就产生这个效果 无奈 无奈就不说话 不说话就 这是从思想界的高度上来看到这个一个衰败过程的躺平 我认为今天这个观点很重要 今天这个观点还有一个在国运在跟大面积或日益欺世 是立于严重的躺平现象在塞跑 当这个躺平现象不仅是未能成事未能成风之后 它产生的消极的惰性会影响国运 然后国民精神是什么样子 我看的就是 就是这个 大家回到网上把那老照片找出来看看 也就是满前默契到民国初年的老照片 还有一点 再看看什么的照片 抗日战争时期 那些稚嫩的国民党军队的视频 就十几岁的壮丁 上海松户抗战的那些十九陆军的照片 那个东西是挺身的 就义无反顾的那种 那才是一个民族在绝望过程中的精气神 你看看八十年代老三 中越边境缓击战 要进入突击队那些人的壮行 那种东西都壮烈 那个国家那时候哪有那么多的财富 哪有那么多东西 所以你其实已经看到了一个趋势 所以你心情会低落 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 我们在文革在事务事件前后的周恩来事 我们没有这种概念 没有 忧国忧天下 整天就躲在房间 你包括你看 即使文革事件 也都没有 可以说中国人当时愚昧但是亢奋 但是这个满千末年民革出来的时候呢 这个愚昧 迟钝 呆若目击 现在应该还是有新媒体时代 还有社交平台了 信息的传递也比较快了 尽管有大量不停的删帖封闭 但是还是有声音 那就是一个躺平的结果 是 政治学者从物质生活的躺平 看到了一个民族威王的一个危险的段 而我们从有关当局的意识形态领域这些负责的管理这些 舆论倒下来好像没有这方面的警觉 所以我昨天做了一个节目 有240多个伟大领袖从2015年到现在 对小到一个乡的工作 大到联合国世界和平 他到处在指名方向 我这不是说他没有这个能耐 他也许真的有这个能耐到处去指名方向 领导人就这样 说话也是生产力 但问题是他妈的这个党 他的政治化语库 他妈现在干别的 就剩下指名方向了 孤臭到了这个 连毛泽东当年在延南整合做的党八股 八条罪状 每一条都能挂上边 而且有过之无不及 这其实也是一个衰退的端倪 资政党百年老党 他的衰退的端倪 就一争不变 产生这种惰性的东西出来 你看不出是一个理论创新 一个有活力的一个 资政的一个党 有新生的党 一个百年老店 又有个新的开始 从这语言的枯燥 干瘪 化味 还有无需无止的个人崇拜那些歌功颂德 我们就感觉他妈 斯大林都没这么用的词 毛泽东没有这用的 现在都有了 这种东西是不是也是某个政治机器摔特的一个迹象 我认为是国运 国运 长期短叹今天讲国运 国运 否则不可理解的了 这可能就是 这个中国人短 这从四十几年 长 从腰运动 一直在这里 回避 回避这个政治制度的改革的结果 嗯 我今年年初 我特别带了一个研读团 到日本 到九州 大概 但凡跟明智维新有关的 我都去了 马不停的确 我就是解决一个问题 洋务运动是失败 明智维新有关成功 人家是从政治制度那路手 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结果后来走偏了 但毕竟是比 清政武那时候也是很用心的 不要 智商而下的东西 政治制度不可 人 人 不能作为大写的人 这个 我怎么说呢 这个 贫穷是为数 富豪也还是富豪的为数 人更多的是个精神 精神呢 你想是一个 猥琐状态 这个 我在用圣理上来描述 精神就是扬威 精神扬威 扬威啊 你过来有钱没钱还是扬威 他就把那一个传宗积态的精神告白了 我们这期节目看起来是在杂谈 但其实也是讲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趋势 值得警惕的趋势 能不能对你今天的这样一个 做一个归纳 给大家做一个你的总结归 这个 如果你要归了吧 中国人千万别躺平 勾且也要偷生 用什么来唤醒这个民族的精气神 看看一百年前的老照片 想成为那样子吗 OK 百年巨变 对话成平 我们今天谈了一次一个很沉重的话题 所以 国运在跟躺平 晒跑 一个民族的精气神 如果陷入了大面积的精神萎缩 这个民族很难实现他的伟大复兴的使命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